OK那剛剛也提到呢 Lexus的車呢 其實你會覺得說 嘿!這2000說保持性不錯 不過來講那台RX350 為什麼我們覺得它的價差會比較大呢? 今天呢我們來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冷門車開架的問題 難道是我們中古車廂賺錢賺這麼大 為什麼這種車子它的價差會這麼大呢? 我們中古車廂傳聞有一句話 強摘的口子不會舔 強買的車子不會賺錢 OK這兩句話呢代表是什麼 其實中古車廂的價格 我們在估價的時候 往往呢它是相對性 它沒有一個絕對值 有時候我們在估車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看的是當時的一個車子的狀況 以及呢它未來市場的一個 可以販賣的一個時間 甚至它未來的一個價格 所以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現在賣的車 跟你們賣的價格差這麼大 難道是你們賺這麼多嗎? 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在買車的時候呢 越熱門的車子呢 你賣的價格會越接近你網路上面的開價 那我們講到我們賺的是一個 所謂資金的一個周轉率 只要呢車子賣得很快 對我們來講絕對是好事 那如果說你的車子 比較冷門的話呢 常常會有一個狀況 這台車子我現在跟你買 可能現在是11月 我賣掉的車 可能會是明年4、5月的時候 才有可能把這台車子處理掉 甚至是明年2、3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估價的當時呢 如果這台車子熱門程度不高 顏色不對 里程跑多 甚至是說品牌形象不強 這都有可能會造成說 我們需要處理這台車子的時間 非常的久 有一些車行 甚至有一些庫存的車子 會放到兩、三年之久 那這樣的車怎麼辦 他們的話它的價格呢 就是一直 下修、下修、下修 去把它處理掉 那什麼車子不保值呢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呢 其實有時候像國產的八大品牌 來講普遍來說 就是它的價值呢 還算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就是它的跌幅不會這麼大 不過有些像是比較冷門的一些品牌來講 譬如說可能韓國車來講 KIA、寶藤蓮花、納智傑、2B 這種車型呢 基本上呢 它的殘質性就會比較低 它的保值性就比較不好 那不過呢 如果說進口車來講呢 那什麼樣的比較保值 通常來講 Lexus、B&W、滌室 三個品牌呢 其實呢 都算是保值性不錯的產品 不過啊 你們想像的保值性 你們千萬不要誤會 它是不會虧錢 或是虧個一、二十萬 通常來講 因為進口車的單價比較大 所以它能承受的跌幅的價格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在講 買好車的人 不是他買得起而已 還是要他虧得起 OK 那剛剛也提到呢 Lexus的車呢 其實你會覺得說 嘿 這兩千說保值性不錯 不過來講 那台RX350 為什麼我們覺得 它的價差會比較大呢 其實狀況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早期呢 Lexus 或是賓室 B&W 他們常常出一些排氣量 比較大的一些產品 那可是呢 在台灣的稅制的一個制度下呢 其實在台灣的稅法上面 大排氣量的車子 它的稅金呢 負擔非常的重 這個會造成一個問題 當然車子呢 如果說你的車子已經老了 那不管你今天是任何一個品牌 只要你的排氣量大於3000以上 會因為它的稅金成本太重 而讓消費者不願意購入 這樣呢 就有可能造成車價呢 不保值 那像有一些特殊色啊 可能通常來講啦 我覺得新車公司 很喜歡出所謂的 廣告色 廣告色可能綠色 紫色 粉紅色 這些顏色呢 聽其實在新車的時候呢 感覺都還算不錯 不過到中古市場來講啊 常常呢 發人問津 那如果我們在遇到這樣子的 車子的顏色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覺得 喔天啊 這個車子 我不知道到底猴年馬月才賣得掉 所以我們就呢 一定會把他外面 車子的一個 譬如說改色的錢 去加入在這個裡面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討論 關於中古市場 其實在開價的時候呢 通常車子 如果剛買回來 對我們來講 我們信心超多的 我們的開價會比較高一些 不過啊 隨著時間呢 放下去呢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以後呢 我們的開價呢 就會相對來講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甚至最後呢 都會達到 虧錢賣的一個可能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呢 把資金 充分的運用 時間上面呢 只要遇到了一個問題 發現這台車子 不如我們想像中的 這麼熱門 或是客戶群呢 都一直沒有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的價格甚至越來越低 最後呢 甚至有可能造成 如果有一個客戶呢 他願意開一個價錢給我 如果我們在沒有虧 太多太多的狀況下呢 我們都會願意把它賣掉 因為畢竟資金回來 我們再去買下一台車 資金是有限的 我們還有可能呢 去靠它去賺更多的錢 不然的話呢 基本上你的價格呢 可能就 錢就套牢在這邊 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絕對最不樂見的 掃描CuraCode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 瘋傳媒小鈴鐺 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